啊 小子 你不会是要被雷劈吧 小子 小子 因为翠体可是极其危险之举 你可要想好的 要得到力量 这要无需危险 放心 这点雷 我还扛得住 你小子这股销炼的风劲 我喜欢 又来了 来吧 小子 地雷停之力 果然沸腾反响 不好 你 灵符 竟能吸收雷霆 忍力 小子 你没事吧 不应该啊 该不会 嗯 嗯 嗯 哎呀 臭小子 吓我一跳 雕也还以为你挂了呢 放心吧 我可没那么容易挂 你这小子也太乱来了 不过 能想到使用本命灵符来吸收雷霆之力 都是比以前有了那么点掌劲 还未能打通最后一条静脉 就算吸收了这些雷霆之力 铜雷体还是无法练成 你小子以为 修炼大日雷体这等一流功法有那么容易 铜雷体 虽只是第一种 便能在体内形成元力气旋 将天地间的元力吸入体内 淬炼血绕 垂炼筋骨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炼成的 到达大黄军之前 到达大黄军之前 我必须炼成铜雷体 只有拥有更强的实力 才有机会得到祖福 走 我们继续修炼 嗯 小炎呢 怎么没看到他 这个贪吃虎 肯定又去祸害森林里的妖兽了 看来小炎是要晋级了 才会对妖兽的需求加重 哎 貂爷 您什么时候能恢复到造化三境啊 嘿 造化三境算什么 貂爷我可没放在眼里 嗯 啊 小炎 这只活猫虎有点意思啊 给我绑啦 是 上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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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几个家伙快一点 免得耽误了我爹的正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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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猫虎进化成这个样子 真是少见 带回去给我爹瞧一瞧 啊 呦 畜生还敢反抗 非得好好调教你一番不可 稍微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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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赶快小爷的好事 小爷 你没事吧 哪儿来的野小子 敢跟小爷我抢猎我 啊 哦 你们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对我的伙伴出手 未免也太没礼貌了吧 啊 原来主人出面了 也好 你既是这狐蛮虎的主人 便将他卖给少爷我 少爷赏你个好价钱 去买身衣服穿穿 具卖 小爷 我们走 爷小子就是没法讲道理 你们给我 少爷 还是不要把事情闹大 别耽误了老爷的正事 阁下请留步 既然阁下是他的主人 那么大阳郡嫡家愿意花重金 买下这头活芒符 一定给出让阁下满意的价格 大阳郡嫡家 没听说过 苍叔 别跟这小子废话 给我上 天哪 小爷我自己来 清光沙 没事吧 你们这些人瞒不讲理 居然还想动手鹰抢 保护少爷 快拦住他 你这枪倒是不错 就作为你的赔罪吧 放屁 把老子的清源钱还给小爷 你到底是老子还是小爷呀 你 小兄弟 血流布 爹 早行进小城 爹 这小子不仅抢了我的猎物 还夺了我的清源枪 我 你给我退下 小哥身手不错 难怪犬子不是对手 既然犬子已经得到了教学 还望小哥能留下清源枪 可以 没问题 只要用两万纯元丹来交换 即可 小子 我看你真是不想要命了 爹 咱们还有不少人在这附近 把大家招呼过来 干掉这小子 两万枚吹元丹是吧 好 就当我狄腾交个朋友 不知道这位小兄弟 可否告知姓名 也方便狄某日后拜会 无名小辈 不足挂持 告辞 爹 为何不杀了这小子 这小子实力 已快进入造行径 若与他缠斗 必然会费些时间 我们现在还有更紧急的事要做 爹 可是找到雷元金兽了 嗯 待爹得到雷元金兽的雷元 踏入造气静后 再把这小子抓来给你出气 我就觉得有点古怪 他们刚刚说的雷元金兽 那是什么 嘿嘿 没想到这里会出现雷元金兽 你小子若能得到他的雷元 必能练成铜雷铁 啊 这么厉害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在他们之前 先找到雷元金兽 不过 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 一般雷元金兽的实力 都堪比造气静强者 以你现在的实力 恐怕 嗯 我一个人是打不过 不过 不是还有笛在那帮人 这次 就让我来个黄雀在后吧 走 我们先跟上 爹 雷元金兽就在那里吗 没错 雷元金兽今晚就会晋级 能否成功烈杀 不仅关乎我能否踏入造气季 也关乎我们笛家能否更上一层楼 不得有半点审视 是 爹 那我呢 你们先去吧 是 爹 曹叔有事真的过度保护我了 没他 你不知道死几回了 不过 你是该长大了 今晚 你就作为爹的护卫 帮着爹 一起抢夺雷元 放心吧爹 包在我身上 看了迪家这伙人 今晚就要动手了 哈哈 原来雷元金兽今晚要晋级了 晋级 那不就是变得更厉害了 非也非也 雷元金兽每次晋级 都会有一段虚弱期 狄腾果然是只老狐狸 故意挑了这个时候 原来如此 这雷元 我要定了 这就是雷元金兽 他马上就要晋级了 爹 雷元金兽什么时候出现啊 在等他 难道是 紧级失败了 无论是人还是妖少 想要提升晋级 都非一时 不会这样就被轰死了吗 成功了 快看 那就是雷元 弄手 弄手 是老家伙有两侠子 就凭这点雷光 就像夫人老夫 看招 还等什么 雷元 爹 看我的 快啊 快啊 不好意思 雷元归我了 小子 我要你的命 臭小子 把雷元还给我 哼 想得美 小子 小子 去死吧 小子 乖乖把雷元交出来 老子留你一命 小燕 很快你就能去陪他了 重山道 天灵击法 话交集 这小子果然有点势力 变 把那小子给我找出来 是 把所有人都叫过来 封锁树林 决地三尺 也要把那小子给我找出来 是 放心吧爹 这事交给我了 那你还站在这干嘛 是 爹 我马上去找 看样子 那个敌藤是被你气疯了 找不到雷元 他一定不会善拔甘休的 以我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与他对抗 也不知道 小燕现在怎么样了 放心 那头唇虎不会有事的 毕竟雷元金兽的雷元 已经被你夺走了 嗯 嘿嘿 若你能炼化雷元 炼成铜雷体 我想那敌藤 应该不会是你的对手 嗯 我们先去找小燕 再做打算 嗯 怎么 有什么发现 嗯 怎么有一股烧糊的味道 难道是小燕 嗯 就是这里 嗯 小心 小燕 小燕 你怎么样了 嗯 嗯 这蠢火 居然把雷元金兽干掉了 蠢火 你鬼叫什么 雕爷正是在夸你 嗯 嗯 有人朝这边来了 我们快走 不行 小燕现在走不了太原 走 我们先避一避 这里刚经历一场大战 那小子肯定就在附近 给我搜 是 去 通知我爹 就说发现那小子的踪迹了 是 哎 等等 告诉我爹 是我发现的 明白 少爷 上面没有 这片树林也没有 少爷 我们这儿也没找到啊 继续搜 是 看来一时半会儿 我们是出不去了 啊 哎 九云 你怎么了 嗯 想不到雷元金兽 晋级成功 却是便宜了这纯虎 啊 你的意思是 没错 金兽的晶元 正在改造这纯虎的身体 等改造好了 这纯虎的实力肯定大增 至少 会达到造型技 哼 真是傻虎有傻福 不过 这点实力 还入不了刁爷的法眼 小爷这次没有白白受苦 嘿 小子 趁现在赶紧练化雷元 我们被找到是迟早的事 说不定练成了铜雷体 就有一拼之力了 嗯 嗯 不愧是雷元 好凶酷的雷霆之力 小心点 别让它给炸碎了 它是雷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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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大 雷元的雷霆之力非常雄厚 嗯 一如承受不住 它也缓一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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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强行吸收 可能会被雷霆之力给切毁 嗯 嗯 嗯 这小子挤的到有点 informação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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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子呢 在哪儿 一群没用的废物 爹 您放心 找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放心 到现在都没找到人 叫我怎么放心 爹 我觉得 狄老头 你这是在找谁呀 出来 柳老鬼 你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我来看看 狄家大张旗鼓 封锁这片森林 是想干什么 柳老鬼 你管的未免也太宽了 是为了雷元吧 怎么 被人截狐了 要不要我帮你夺回来 我们二一天做五分了 柳老鬼 你做梦 造型镜 臭小子 难道 已经炼化了雷元 这雷元 果然是个好东西 还得谢谢 狄老哥 狄腾老弟 堂堂一个造型镜强者 怎么会栽在一个小鬼手里啊 闭嘴 小子 我这就杀了你 再同一品里把雷元 声声烈化出来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等本事了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等本事了 这小鬼确实不简单 你一人恐怕难以应付 只要你答应与我共享雷元 我便出手帮你一起擒住他 好 只要抓住他 我与你共享雷元 就等你这句话了 小家伙 看来你今晚的运气不好啊 还找了个帮手 小子 别嚣张 就算你现在是造型镜如何 我们二人可都是造型镜强者 是吗 那就来试试吧 金台 镇魔掌 小鹰风掌 大眼空挡 还要再来吗 还要再来吗 血缘残旨 黑魔掌刃 圣筹无缘 有意思 把我和低腾这老家伙的地生绝学都逼出来 小子 可以死而无憾了 六老鬼 何须废话 动手 天灵击法 化交集 给我破 小子 小子 看你这次还如何嚣张 你们高兴得未免也太早了 你情人还是四印符石 化身符阵 万化炎 九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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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计划成功了 你什么样子 太帅了 怎么样 还要打吗 不打了 不打了 还望小兄弟高抬贵手 老傅愿以五万纯元丹来补偿小兄弟 您看可好啊 五万纯元丹 十万 那就十万纯元丹 低腾 也当认识小兄弟这个朋友 看什么课 你也一样 帅 什么 我 好好好 十万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呀 我这是造了什么你 倒成了主动来送出元丹的 多谢诸位 我先告辞了 爹 我们就这么忍下这口气吗 那小子的实力 恐怕能与造型净大成者相抵抗 更别说 还有不弱于我们的妖兽宠物 我才倒了八辈子的大霉 我不管 第二次 你要赔偿我的损失 不然 我跟你没完 你什么呀 还是以前的小颜好看 臭 丑死了 你呀 小颜小颜 别听他的 你这样又帅又威风 继续往前走 就要到达大荒郡了 那个号称大颜王朝 最为精彩与混乱的地方 我可是好奇很久了 小颜 我们走 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 两天了 还找不到出去的道路 这森林里的雾气很古怪 能隔居探索的能力太强 我的原力探知也极为有限 你这蠢火 这是你凋下的位置 你这蠢火 还会卖萌 下去吧你 别以为能变大 雕爷我就怕你 救命啊 救命啊 走 去看看 你不要过来 我告诉你 我很厉害的 你再过来 我就要打你了 跟你说过的 别过来 小妹妹 你没事吧 谁 大哥哥 原来是你救了我 你怎么一个人在三菱里 你 比如说 by bwd6 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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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这片树林危险 可别一个人出来玩 知道了爹爹 爹爹 没事吧 我没事 是这个大哥哥救了我 你是什么人 雪儿 多谢小兄弟救了小女一命 举手之来而已 在下江雷 是大英城英之武馆的馆主 他们是我的女儿江雪和江音音 这些都是我英之武馆的兄弟 在下林栋 见过各位 林栋小兄弟 应该是从外向来的吧 正是 我悟闯入这片森林 却寻不到出路 不知江馆主能否带我一程 爹爹 我们现在的状况并不好 再带个陌生人 会不会有点太危险了 姐姐 我们就帮帮大哥哥吧 爹爹 这 原本带林栋小兄弟走出迷雾森林 只是小事一桩 不过 实不相瞒 之前我们惹到了一些东西 你若跟着我们 恐怕反而会有危险 江关主大可放心 别的不说 我自保的手段还是有一些的 既然林栋小兄弟这么说 那便随我们一起上路 若是顺利的话 想必明天就能走出迷雾森林了 多谢江关主仗义相助 太好了 林栋小兄弟别客气 我们这就出发 大哥哥跟我来 大哥哥一会你跟我坐一辆车吧 爹爹 你为何让那小子跟着我们 就不怕他连累我们吗 这个林栋应该不简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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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哥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怎么你的衣服都破了 还有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哎 嗯 你过来坐好 嗯 嗯 哎 大哥哥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的伙伴 小颜 我可以摸摸他吗 嗯 给你抱抱吧 謝謝大哥哥 他好可愛呀 小顏 小顏 林東小兄弟 準備要去哪裡呀 我原本是要去大荒郡的 卻沒想到 被迷霧森林給困住了 大荒郡 想必林東小兄弟 也是沖著大荒谷碑去的吧 大荒谷碑 一般這個時候去大荒郡的人 都是為了前往大荒谷碑探堡和修煉的 探堡和修煉 那大荒谷碑到底是什麼地方 具體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聽說 大荒谷碑裡面 是一座遠古宗派的遺跡 裡面有著數不清的武學秘籍和寶物啊 難道沒有強大的氏族 將大荒谷碑 證為己有 林東小兄弟有所不知 大荒谷碑有著極強的封印 就算是涅槃境的強者 都無法輕易將其撕裂 不過這封印每隔三年便會有一個最弱期 也是取寶的最好時機 算算時間就快到大荒谷碑封印減弱的時候了 所以啊 我以為林東兄弟也是要前往大荒谷碑呢 小子 大荒谷碑裡既然有遠古宗派的遺址 那極有可能與祖符要管 若謝將關主告知 如果有機會 我也想去大荒谷碑見識一番 林東兄弟 大荒谷碑 可是雲集了各個宗派的強者前去爭奪 你若這身打扮前去啊 可是不太妥大 爹爹 你就給大哥哥一套新衣服吧 鷹鷹 不要管別人的事 鷹鷹提醒的沒錯 爹 監管主 這就不用費心了 來林東兄弟說的哪裡話 你之前救下鷹鷹 我還沒有好好謝你呢 一會兒安顫好了 我便贈你一套戰俘 這 這些東西又跟來了 大家加速 到前方紮營 是 是 小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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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林東兄弟 合身嗎 不錯啊 哇 大哥哥好帥 真是多謝江管主了 唉 林東兄弟 莫要與我客氣 不要一口一個管主的 叫我江雷就好 啊 那我還是稱您為江雷老哥吧 好 好 來 我們喝酒 這是我們大英城的佳釀 林東兄弟請 好 好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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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不要慌張 大家提高警惕 是 不知江老哥 惹上了什麼麻煩 唉 我們在森林中 採取靈藥之時 誤殺了迷霧森林霸主 迷霧暴惡王的幼崽 這一圖 一直被他派出的妖獸追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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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 是霸卧王 看來今晚是躲不過了 兄弟們 隨我一起擋住這幫妖獸 是 管制 爹爹 英英也要一起 等你長大 再和爹爹並肩作戰 林東小兄弟 盈盈就麻烦你召开一下 江老哥 放心 大家上 上 灵动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大哥哥 弟弟和姐姐他们会不会有事 盈盈放心 不会有事的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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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hs 偶 上 都 上 都 bi po 时候 子 现在 厉害 林栋兄弟 此次你与我英智武馆的安情 定当相报 举手之劳而已 谢 谢谢 哇 大哥哥真是太厉害了 多亏了林栋小兄弟 没了迷雾报恶王的麻烦 这下我们便可顺利走出迷雾森林了 大哥哥 你昨晚真的太厉害了 只用了两招 两招就生死了迷雾报恶王 好了 音音 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十几遍了 不要打扰大哥哥休息 好吧 林栋小兄弟 我们马上就要走出迷雾森林了 那便是大英城 林栋兄弟 我们到了 这里便是在下的英之武馆 来 回家了 大黄郡 不错 这里已经是大黄郡的地界了 江老哥 大黄古碑又在大黄郡的哪个方向 林栋兄弟 那可有很长一段路啊 大黄古碑就在这片沙漠的中心 看来接下来的路程不轻松啊 要穿过这片沙漠可不容易 不如就在我武馆中休息几日 等准备充分了再出发 多谢江老哥 那小弟我就打扰了 林栋兄弟这是说的哪里话 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哪里谈得上打扰 我还巴不得你多住段日子呢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要和小爷还有林栋大哥哥一起玩 雪儿 你回来了 雪儿 罗山 我们两家不熟 别叫得那么亲热 自我血旧武馆进入大英城以来 多次听闻江馆主威名 家父也希望能与江馆主结交 可惜 桂馆一直不太敛情呢 哼 你们的世界交往根本就是挑衅 哼 这是家父亲手写的挑战书 不知江馆主有没有胆量 明日与家父来个生死战 在擂台上分出个高下 江馆主不接 难不成是怕了 也好 是时候分出个高下 雪儿 我对你的一片深情你应该知道 您若是好好跟了我 咱们两家就是一家人 一切都好商量 来 做梦 江某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 但出卖女儿的事 绝对不会做 好心提醒江馆主一句 家父半个月前 就已经进入造型境大城了 想必明日比试之后 英之五管 可就不在了 弟弟 现在胜负还未定 罗公子未免过于自大的心 坏人 哄你个死丫头 我弄死你 小子 给我松手 小心我背了你 你小子快松手 遮住阴阴的眼睛 少爷 少爷 你没事吧 少爷 都来这干什么 给我上啊 你小子是什么人 这是我们血旧武馆 和大鹰武馆之间的事 你凭什么插手 我是江馆主新收的弟子 当然不能任由你随意 侮辱我们大鹰武馆 我可警告你 你今天要是动了我 就是和整个血旧武馆为敌 我爹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现在收手 我就当 我就当你是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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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给我等着 我爹定会踏平英制武馆 替我 你们给我等着啊 没想到一进城就遇到这么糟心的事情 让林董小兄弟见笑了 江某实在惭愧啊 江老哥不必自责 方才我一时冲动打伤了罗山 想来血旧武馆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林董兄弟的这份情意 江某心领了 不过明日一战 关系到我们英制武馆和血旧武馆之间的恩怨 不能再耽误你去大荒古碑之时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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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江某还要为明日之战做准备 就不打扰小兄弟休息了 江老哥太客气了 自然是擂台赛要紧 小子在这里 预祝您明日旗开得胜 多谢小兄弟吉言 这等烈酒也能称之为佳酿 真是荒芜之地呀 明日的生死刀 您还是不要去了 眼下您只是造行进小城 那罗舅却已经到了大城的境界 明日一战 绝无胜算 明日一战 我必须去 若是不去 英制武馆的生育何存 爹爹 您明知道这是去送死 我若不去 血旧武馆也不会善罢甘休 明日我若是输了 便会解散英制武馆 你就带着小音音远离这是非之地 隐姓埋名 明白了吗 我们可以找帮手啊 灵动 灵动她一定可以 灵动已经帮了我们太多了 不要再给她添麻烦 爹爹 好了 雪儿 我一一决 不必再多说了 天色不早 你也早点歇着吧 青吉祥 IFT 这是灵动回读 灵 Chanel 没有 闥上 有 门 motions 什么 什么人 江雪姑娘 为何深夜至此啊 灵动公子 江雪有一事相求 还请公子务必大义 江姑娘请讲 明日的生死斗 我爹爹必定不是那罗旧的对手 我 我想请你出手 原来是这样 明日 血旧武馆的生死斗 还望灵动公子 能够触手相助 若灵公子答应 我 我愿意 江姑娘 你不必如此 爹爹一手创建了英之武馆 寒心如苦将我和英英养大 我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去送死 江姑娘 将我带出迷雾森林的是你们 是我为朋友的义是你们 朋友有难 林栋定当出手相助 你 你 你是答应了 对 朕不知 该如何感谢灵动公子 江姑娘 谢谢 谢谢 爹 伤我的就是英之武馆的家伙 以前从没见过这人 爹 我不管 你把这人给我抓来 我要打断断的手锅球 动作我了 尔啊 别激动 先躺下来 这笔账 铁灰给你要回来的 英之生死斗之后 大英城 竟再也看不到英之武馆 还有那小子 嗯 就是那小子伤的我 猫头小子一个 一会儿灯爹先把江雷干掉 再收拾那小子为你出击 江雷 你现在滚出大英城还来得及 一旦你战上这武斗台 可就没机会认输了 杀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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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造型经大政的威力啊 我救果然是造型经大政强者 哎呀 是咱们馆主能否扛得住吗 他就挂了 是 是 江老哥 这场生死战 还是让我替您上班 林总兄弟 我身为英制武馆的馆主 今日之战 只能亲自赴会 哪有让你出手的道理 江老哥的血型让人佩服 可是 您有多少获胜的把握 这 实在认为生死有命 我又尽力而为罢了 爹爹 不行 我知道江老哥是个豪爽中意之人 可您想过没有 若此善失败后 您的一双女儿怎么办 爹爹 爹爹 江磊 你在磨叽什么 是不是怕了 我可是等着亲手捏碎你的骨头 英之武馆心计弟子临栋 前来应战 请派个弟子出展 来送死的吧 什么意思 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血旧武馆 小子 滚下去 这不是找死吗 搞了半天 英之武馆 竟将命运 堵在一个毛头小子身上 将来 你莫不是吓破了胆 罗馆主此言差异 罗馆主此言差异 俗话说杀鸡验用牛刀 对付罗馆主这种货色 由我这个小角色出马便够了 何须劳烦我们馆主动手 爹 占掉这家伙 把他的手给我打断 先动手的可是你 我也只不过是替你爹管教管教你 免得肩后不长眼 丢了小命 你 好狂的小子 好 那我就先取你小命 再踏平迎之武馆 我人有些本事 造型竟大成 也不过如此 直天高地后 依天锤 精神力 别做 去 原来还剑修了精神力 难怪这么嚣张 天地线 那是低级欧宝 天地锤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这小子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如此厉害 小子 我跟你拼了 小心 那是摩原变 受死吧 不过如此 金牌 镇魔爪 臭小子 我要撕碎你 你还差得远呢 不可能 关珠绝对不会输的 是 天 站起来啊 不能关珠啊 我们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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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赢了 赢了 雷洞赢了 大哥哥 真棒 没想到 不会被你这小鬼 逼到如此地步 大力摩原锤 大力摩原锤 这样下去 我可撑不了高枪 虽只能勉强施展 但用来跟分离 怎么够了 烟灵击法 烟龙击 烟龙击 去 你能够赢了 我赢了 宁静 宁静 他在赢了 别闹了 我赢了 太好了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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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认输 滚出大英城 灵动 小心 罗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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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若今后再让我看到你们出现在大英城 我必杀之 滚 是 是 林栋兄弟 此番答案真是无以为报 今后只要有用得找老哥的地方 尽管开口 举手之劳而已 血旧武馆已经不构成威胁了 将老哥尽可放心 灵动公子 多谢 江姑娘 灵动 幸不如命 叫我雪儿就好 大哥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爷爷也要这么厉害 走 回武馆 我们好好庆贫一番 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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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动